5 4 3 2 1 欢迎收听《怪兽讯电台》 大家好 我是河丽安 我是周老师 大家好 对 其实 你一开始先讲一个大家好 不瞒大家说 这期已经录第二次了 虽然刚刚没有讲很多 就发现没有录到 好像做Podcast的录节目 总会有这种情形发生 就是你讲了以后 摄影器材没有弄好 录音设备没有弄好 结果没录到 所以现在从来一次 这个表情应该会很不自然 其实是还好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本来也不怎么样 不是 因为我是用最简单的设备 手机丢上去就开始录了 我们影像这部分 所以其实我才发现 我们上一集的时候 应该是手机把后面的字 误判为主体 所以对焦都对在主体上面 所以当我回去 要去做封面的时候 图接下来 发现我们两个人的脸 不是正对到脚 所以有一些模糊 OK 那应该不重要 对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不重要的原因是 凡人家也没想到看 那么多切 所以没有录到影像 应该还好 有声音就可以了 甚至有时候 可能声音也不是那么重要 至少我的部分 让大家听你的就好 刚才听到这个就 干脆不要听算了 直接切掉 没有 我们还有一个 帮助大家进入睡眠的一个 重大功能 对 还是有这功能 所以画面不重要 声音有在就好 那现在开始准备入睡 好 那我们今天要回答一个问题 我们今天要开始 做一个催眠的疗程 对 不是疗程 我们不能够讲这件事 对 我不能主张疗效 对 我们要做一个催眠的动作 我们要做一个 超讨厌 疑似催眠的动作 OK 那问一下上一次 我们上一次不是前几集 在讲一些增绩的 对 然后就发现大家反应还不错 对 但是也有人在问说 为什么我们要增绩 这是一个选项的话 我们非选不可吗 我们有没有什么事情 说是不是也不一定 真的要增绩 对 这个你怎么看 大哉问 就是增绩的必要性 增绩的必要性 那这个其实来自于几个 增绩会被认为说 到底有没有必要 我会觉得蛮奇怪的 因为它其实 怎么增都是好的 那很多人担心说 我会不会增过头 这样子 那其实我觉得 这多少跟 我那天听到一种说法 我觉得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 但是要在 大家重视到肌肉生长 这件事情 在近代 古代不晓得 在近代 大概是跟 好莱坞电影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他们从 我说电影文化 从早期只会操作 女性的身材 然后后来发现 男性的身材 也可以操作的时候 那一度呢 就是用很多那种 夸张的 肌肉发达的 这个隐形 那直到 直到我们现在 蝙蝠侠 算其中一个 他的 不是 你看我们正在喝 蝙蝠侠的饮料 没有广告 没有赞助 对 不过其实你 你讲蝙蝠侠也对 就是说 其实这个 这也说来可以讲很长的 就是关于这个 男性的这个 这个身体形象操作 跟后来的 社会体型焦虑的问题 那其实像那个 早年 你看那个超人 还有蝙蝠侠 其实他们早年 就穿个紧身衣 对 但是呢 后来超人和蝙蝠侠的 那个身材 像蝙蝠侠是盔甲 对 觉得盔甲 其实是一个 已经有形状在上面 它其实是一个裸男的 正面 正面形象 那也就是说它有胸肌腹肌 那可是实际上 以盔甲来说 坦白说 你的目的如果是 阻挡那个 攻击 保护的话 那其实 其实你长什么形状都一样 但是那为什么会 盔甲上面要做六块鸡呢 其实那就是 内 就这样 置入性的 置入性的这个社会体型 社会体型的一个讯号 那给那些 给那些 喜欢看这些 有那么一点暴力 又有点英雄主义的这种电影的 尤其是男孩子 那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其实后面是一个 非常非常长的工业链 包含说那个 小孩子的玩具 然后他后来的身体形象认同 然后他会参与健身产业 然后以及那个 大量 尤其是 利润最高最高的 其实是营养补充品 这些 那所以他其实 这些产业 或多或少 互相相关 不管是不是 直接属于同一个老板 他们互相都是关系企业 那所以 其实就像我们在健身产业里面 我们如果要标榜说 我们不要走 这个身体形象产业 那其实我们总是 费尽千辛万苦 讲了以后 没过多久 你又要再讲一次 又再讲一次 为什么 因为总是有人不知道 总是有人 到目前为止 还是抱着这个 体态焦虑 在进行健身的一些训练 那我说早期 好莱坞电影 后来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些 已经功成名就 现在当然年纪都已经很大了 六七十岁的 七十几岁那一些 当年卖健美身材 那些影星呢 他还算是成功的 在更早之前 操作这个男性 有一波 有一波风潮是怎样呢 那一些大块头 非常健壮的那一些 这个电影演员 他们通常演的 其实是丑角 对 他们通常演的是丑角 他们通常很笨 OK 通常很粗暴 然后通常是 非常符合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的社会期待 因为当时认为说 男生要长得 像个怪物一样 那我们可以要怎么样去 在电影里面 让这个角色 发挥一些功能呢 所以有一些角色 都是很笨拙的 这样子 那甚至到后来 其实这种 粗壮而笨拙的角色 一直都有 一到现在都还有 只是说 他有没有那么的明显 有没有那么的主流 这样子 所以回过头来讲 通常在那时候 造成一个 这个形象就是 肌肉发达 其实大概跟头脑简单 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这样子 那所以才会有人说 我不想要变成那样 所以其实肌肉发达 一开始 其实不是一个正面形象 它其实不是一个正面形象 那不过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其实可以去 这个 衍生 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其实你要变成肌肉 那么发达 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 一件事情 而且通常这种都是 透过药物 或透过一些 反正不是正常的训练手段 去达到的那种成效 那其实他们本身 那已经不是一个 我们说我们现在 把肌力训练 视为一种 主动式健康行为 那其实那种 使用药物去增肌的 那种方法 它已经不是一个 主动式健康行为 因为它已经冒了 更多的其他健康的风险 把它提高了这种 心血管疾病的 这种几率 提高癌症的几率 或是说呢 直接当下 就让自己的荷尔蒙 进入一种疯狂的状态 那导致很多心理 或者是 这个 短暂的那种 生理的那种 这种异常现象 这样子 那可以是短暂 可以是长期的 那所以说呢 那个就 不在我们讨论范围内 我们现在已经 把它设定在 你是一个普通人 OK 然后呢 你呢 没有使用任何的 这种药物 去帮助这件事情 然后呢 你也没有 你也没有 因为自己的体态 一定要跟谁很像 而有什么样的 心理的焦虑 我们把这些都先排除 那我们来讨论一下说 不管男生或女生 其实呢 我们的主张 强烈建议你 这辈子一定要给自己 一次 至少一次的大幅度增积 所以至少一次 它的时间可能并不短 它可能会需要个 一两年 甚至两三年 OK 因为增积 它不是一个 均值的定量 它是一个 它不是说 我这里 这个月增一公斤 下一个月增一公斤 下一个月 虽然我们平均而言 看起来大概是这样 可是那它其实常常 是累积一段时间的时候 突然间 可能会有一些成效出来 然后它过一阵子的时候 可能又卡住了 然后呢 你可能要来个好几轮 我说至少让自己 持续个一两年 试着增积 当然了 我会说 这个只是一个建议 你不要说 我大概心里开始想着 这个宣民如何的去 误解这件事情 那所以我现在直接 马上跳讲 我先讲结论 再来慢慢解释 好 你的结论 我的结论是 要增积 不是 这是建议 因为要增积 所以要增积 好了 可以再搞笑了 我的结论是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是从一个 抗老化的架构 来看这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现在 以台湾来看 我那天才在跟 一些朋友在讲说 其实台湾是全世界 高龄化发展 速度最快的国家 它不是最唯一 在高龄化的国家 其实不要讲高龄化 现在已经超高龄化了 在超高龄化的国家里面 台湾是发生 速度最快的 它比较晚发生 可是它一瞬间 就追上了那些 已经发展好几年的 真的有超音感美的感觉 这样追上日本 这样子 日本比较早开始 可是我们现在跟它的进度 大概没有差太多 那所以呢 超音感美 像欧洲一些国家 它其实花了很多年 慢慢走到超高龄的这一步 但是我们台湾只花了 没有很久 就直接迎头赶上 这样子 那这当然没什么 骄傲的 那所以呢 这个 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 这也不 它既不值得骄傲 但它也不值得沮丧 为什么 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它就是一个自然现象 其实实际上来说 就是大家的寿命延长了 那寿命延长了 表示什么 表示科技发达 表示生活水准提高 这些都是好的 但是呢 换来的另外一个危机 就是呢 很多人 他的寿命延长 但他的健康 并没有被延长 那这就变成一个 所谓的 不健康余命 那有些国家 可能是什么 两三个礼拜 这样子 那在台湾过去 好像说是好几年 这样子 也就是说呢 在大家高龄的同时呢 他生命的最后几年 其实过得很不健康的 甚至是那种 严重 重度需要依赖 别人照顾的这种状态 那所以呢 有鉴于这种迫切的危机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件事情 这当然是我们过去的一个 一贯的主张 就是说呢 在 我们看到老化 它是失能嘛 那失能前面有一段时间 是那种疾病 不管是慢性的 急性的 那在这更早之前呢 其实是身体的衰退 身体功能的衰退 结构和组织的流失 那所以呢 你说我如果从疾病这一关 开始守住 就是说呢 他生病了我就来治病 那其实呢 他因为身体先变弱 才变得百病重生 你治了一个病 他就有另外一个病 然后治了一个病 还有另外一个病 所以变成多种供病 然后同时又多重用药 那这个我们已经知道 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它是一个 这叫做 downward spiral 向下的漩涡 是这样子的 那所以呢 这种其实就是 最后就迈向 他如果说 身体衰退的太快 他就会倒下 那就需要长期招呼 这样子 那这个都是 大家所不乐见的 那所以呢 在更早之前 我们就说 那如何让身体 不要衰退 到变得百病重生呢 我们看到 侵袭人体 造成这种 极度衰退 但是却又 在现在医疗的 这个控制下 却不一定致命的 这些疾病呢 通常跟代谢是相关的 OK 那怎样维持代谢的功能呢 就你的身体组织结构 先不要流失 那身体组织结构 先不要流失 这里面有好几层 意义在 身体结构 如果没有流失 肌肉和骨质没有流失 神经系统的功能 没有流失的话 第一个是你本身 你留住这些组织 本来就会比较代谢健康 你的肌肉量大 你的代谢会比较健康 那 不管你血糖 血脂 什么东西 都比较容易在 健康的范围内 OK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呢 你 保有这些组织 你的行动力 是比较强的 所以呢 一方面你可以 自我照顾 另外一方面 你可以持续锻炼 去维持那个代谢健康 这个就是一个 upward spiral 就是一个向上的循环 向上的漩涡 有这种漩涡吗 就龙卷风 向上 那这个脆重 那所以呢 它不是一个 让你一直往下陷的一个 这个水里的漩涡 它是一个把你一直往上拉的漩涡 这样子 这个批语 越讲越奇怪了 总而言之 你有能力变好 而且你会一直变好 所以说呢 留住肌肉骨质 神经系统的功能 是抗老化最早发生的那一步 ok 事实上呢 我们发现说呢 其实呢 我们年轻人的生活 为什么值得羡慕呢 因为第一个 他们行动自如 第二个呢 他们其实 这个精神饱满的 虽然偶尔如果说 这个什么 熬夜啦 吃了这食物啊 玩通宵啦 什么东西 他们就还 就是他不会 不会说呢 他们玩过后 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舒服 好几天这样子 那其实原因就在于说 他们的结构健全 代谢健康 ok 那所以呢 其实如果说 我们在 我们现在并没有 完全破解 全部的方法 就是如何让一个人 持续停在 年轻人的状态 就很包含 年轻人通常是 比老人睡得好 可是有时候 不一定是什么 生活状态 不一定是什么 生理状态造成的 可能这是因为 他纯粹是 他没费贷款 然后又没有事业 然后又没有 又没有这个 各种的人生的压力 这些都是在 人生中慢慢累积的 那所以呢 当然年轻人 晚上眼睛闭上睡觉 他唯一担忧的是 那个什么 这个电动打到地气关 不知道有没有 记得存档 这样子 那所以呢 他很好睡 但是年纪越大越不好睡 那不过呢 回过头来说 生理上可控制的东西 我们很知道 他就是要留住肌肉量 留住骨骼 然后呢 这个留住神经系统功能 这三大 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那你可以说 还有四大 就是什么呢 就是能量系统 所以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能量系统 对 但我说呢 基本上来说 如果你没有留住 肌肉骨质神经系统 你要锻炼那个能量系统 也不太容易 所以前三个可能是 你要去锻炼能量系统的 一个大前提 是 OK 好 那所以接下来呢 好 那所以我知道增肌嘛 对 好 那过去我们的想法是说呢 不是我们过去的想法 过去我们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是发现说 原来呢 很多人的那个肌少症呢 就是在四五十岁就悄悄 已经开始了 OK 那肌少症不见得从外观 容易看得出来 因为呢 你说肌少症我知道嘛 就是很瘦嘛 我说不一定哦 有些人是肌少型肥胖 肌少型肥胖 它的外观不容易看出来 它甚至有可能刚好 平衡在一个OK的BMI 也说它肌肉量非常少 但因为脂肪多了一些 所以你不会发现 它是BMI过低 OK 那所以肌少型肥胖呢 其实是一个 一个隐忧 OK 好 那所以这些人呢 我们到他发现 它是肌少症 然后呢发现说 因为肌肉量少的话呢 那这个胰岛素的敏感度 可能就会降低 然后呢 它的一些血液生化值 可能就开始异常 那胰岛素的异常 可能就导致血糖的异常 血压的异常 然后呢 最终最终 它会因为 渐渐的时候看到红字 然后呢 甚至到这一步 还不一定有发现 它是肌少型肥胖 可能渐渐就直接告诉他说 所以你要开始吃这几种药 然后你现在才38岁 这样子 但是呢 说如果有发现 发现说OK 肌肉已经开始流失了 那尤其是年纪更大的 说50几岁60几岁 怎么那么瘦 怎么还这个 这个这个以前的那个 我没有减肥 可是呢 怎么怎么腿越来越细 手越来越细 或者是说有一些人 这很可怕 他是四肢是瘦子 但是他的躯干是胖子 OK 那这个也是很明显 其实四肢的肌肉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四肢本来就是 比较不对积脂肪的地方 他比较容易真正 看到你的肌肉量 如果一个腰围30的人 跟另外一个腰围30的人 他可以是 很瘦 有肌肉的30腰 他也可以是 没有肌肉 但是有很多内脏脂肪 他也可以是 没有内脏脂肪 有肌肉 没有肌肉 但是有很多皮下脂肪 所以你其实看不太出来 躯干的 但是如果四肢 还是肌肉量很大 非常精壮的这一种 那其实就 比较容易看出来说 肌肉是还在的 但是如果说 四肢的 松垮垮的 然后呢 没什么肌肉量 然后甚至连四肢 都有 不小的一层脂肪 包住的时候 其实就要注意了 OK 好 所以当他发现肌少症的时候 怎么办呢 开始做训练 假设你是在30岁 发现肌少症的话 那你还好办一点 OK 但是很少人在30岁发现 发现肌少症 我才要讲说 30岁就发现肌少症的话 其实也蛮可怕 其实你街上也可以看到 你会看到 非常非常瘦的 不管男生女生 非常非常细瘦 那其实也有可能是 根本就已经是提早的肌少症 而那种通常跟 可能是饮食失调 可能是体态焦虑 对 当然也有可能是先天 基因 那也有可能是他的 例如说他的那个 工作形态 职业形态 造成他一定要很瘦 这样子 那那种其实也是 所以我说其实 其实如果年轻人 他本身就是因为体态焦虑 拼命减肥的话 其实可能跟我们要建议的 生活方式是刚好背道而驰的 我们会说呢 如果你到了五六十岁 才发现肌少症 那你要开始做训练 你要开始增肌 那其实这个时候增肌 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它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在 二三十岁的时候 曾经大幅度的增肌过一次 OK 哪怕你并不想去维持 虽然呢 我知道我们在准备 这一次的节目之前 你会说 为什么会有人不想维持 但是我们不能不假定说 他就是想要这样子 瘦瘦得很轻 或者是说啦 举例来说 他想要跑马拉松 然后所以呢 他希望他可以维持 比较轻盈的体态 OK 这样子会很合理 我还是建议他曾经先增肌过一次 然后或许他接下来一阵子的马拉松训练 会让他体重又稍微下降 甚至明显下降 但是呢 我会说呢 这个曾经增肌过的一次的经验呢 对于他日后要再次增肌 其实是变容易的 这个经验会让他日后再增肌 变得很容易 也就是说 你年轻的时候曾经增肌过 那其实呢 到第一次当然最好 你可以一路维持 但就算你没有给他好好的维持 你下次再增肌的时候 其实是比第一次增肌简单的多的 尤其是如果说 你曾经多次增肌 例如说我花三到五年 我常常讲说 一个人的激励要不断地爬升 到真正的高原期 大概是三到五年的时间 而在最大激励 不断爬升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一路配合着 用更重的重量来练肌肥大 这时候就等于是多次启动 这个增肌的训练 然后当然呢 再配合健康干净的饮食 就建议大家不要再用dirty bulk了 健康干净的饮食去增肌 这时候你可能呢 假设今年增肌了五公斤 明年增肌了三公斤 后年增肌了两公斤 后年又增肌了两公斤 这样算起来 其实也增肌了十几公斤了 那这个花起来大概三到五年的时间 你增了十几公斤 好 这一点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增脂肪嘛 对不对 所以就维持在健康的脂肪度的情况之下 连续增肌了一阵子之后 假设你增肌了十公斤 接下来呢 几年 如果说你没有因为持续训练 或者是说什么 反正各种诸多因素 让你不小心掉了一些体重了 下次你要再增肌回来 其实是比起从零开始的人容易 当然我必须先承认 我们并不知道保存期限有多久 比如说 老师这样五年以上了 我十年不练行不行 我二十年不练行不行 我七十年不练之后 我再次增肌会变简单吗 我说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那七十年的话代表他 十五岁增过一次的话 那是八十五岁 八十五岁在增肌 就他八十五岁 然后练到一百岁 他也练了十五年的重量训练 所以呢 假设 其实如果未来我相信 应该会有这些案例出来 但是呢 我们至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说 既然我们已知曾经增肌的人 他再次增肌是比较容易的 那我们想 那我要把我的曾经放在哪里 我这讲起来好有哲理 你要把你的曾经放在哪里 对啊 很像是那种 那个大学研究所招生的 那个slogan 可以这样子用 未来彭神万里的你 要把你的曾经放在哪里 好无聊 我记不下去了 OK 所以呢 其实你要把你的曾经放在哪里呢 放在增肌最容易的时候 所以 你最好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我就讲四十岁以前 现在说不定我会说四十五岁以前 因为呢 研究一直显示说 这个 就是人的这个激励最发达的年纪 最高的年纪在哪里 过去说二十几岁 后来变三十几岁 现在变四十几岁 未来会不会变成八十几岁 我们不晓得 但是至少我们现在看来 越接近二三十岁这段时间 上至 我想初孤 上至三十岁 下至十五岁 这一段时间 如果你曾经大幅度的增肌的话 其实你未来 要每次想要再次的增肌 都是变容易的 哪怕 除非你 哪怕你没有维持 OK 所以呢 我们举例来说 假设这个人在二十岁的时候 从七十公斤增到八十公斤去 然后后来呢 他可能没有兴趣了 或是他玩别的了 他玩耐力运动了 或是说他 搬家了 换工作了 生小孩了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那他可能就没有维持训练 然后他就掉了很多工程 但他到了四十岁 突然想要再增肌的时候呢 我们会大胆假设 虽然个别差异一定有 但我们大胆假设 他不会是从零开始 他不会是从零开始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有几种学说 一种是说 肌肉细胞是多核的细胞 多细胞核的 而在我们 积肥大的时候呢 积肥大就是细胞数量不变 但是体积变大 在体积变大的过程当中 其实细胞核是增加的 但是呢 在后续如果没有维持 这个肌肉量 他无以为继的时候 肌肉量会缩小回去 但是那个细胞核 似乎是不会不见的 他会留着 所以下次再启动的时候 他其实还在那边 那他会在那边多久 我们不晓得 这个是我目前无法 无法直接说明的 因为呢 这一定不是单一的机制 这不是唯一的机制 但是呢 我们会知道说 他一定有多重的机制 在影响着 这个所谓的 muscle memory 这种现象 那另外一个就是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就是说 你这个 在肌力训练的过程当中 你的肌肉呢 而你的神经系统 学会征召这些肌肉 那这个神经通路呢 非常非常畅通 而这个肌肉记忆 这种动作控制的记忆 它是留下来 就是说 动用肌肉 也是一种 动作学习 虽然那外险动作 可能就是一个 握推 一个深蹲 可是我们知道 就像在一般人 在刚才做 肌力训练的时候呢 他会在没有增肌的情况下 肌力会持续上升 一部分的原因 就是因为神经系统 征召能力在提高 而这个很像是 起脚踏车一样 你一旦会 你就永远都会了 等到你再次 想要增肌的时候 你的那些 已经会骑脚踏车的 神经系统 他再去征召 那些肌纤维 出来工作的时候 那是不需要 再重练一次的 所以他就帮你 大幅度的节省了 好几个月的堆叠时间 这是为什么 曾经增肌过的人 他日后要再次的增肌 会比较容易 虽然我们不知道 他的保存期限有多久 但我们知道 这个现象是存在的 再来就是说 事实上如果你真的增肌成功的话 我会很好奇 为什么你不去维持它 这是刚刚 符合你刚提出来的疑问 非常非常精准 你说那为什么不维持呢 对 其实呢 知道一件事情 肌肉呢 它长出来 是不太容易的 很艰苦的三到五年 那三到五年 你要训练很规律 而且经常会做 接近历劫的训练 然后你也必须要 规律的进行 提高最大肌力的训练 这样子呢 才会 让它效果持续 要不然你一直用 一样的重量训练呢 它迟早遇到瓶颈 但如果假设 你要提高了一下 最大肌力 你就可以用更重的重量 来进行这个训练的时候呢 你的肌肉得到更多的刺激 它就再次的进步 这样子 那所以这常常是 一波又一波的进步 但是呢 一旦你肌肉量 已经长出来了 要维持那个肌肉 不要跑掉 其实是相对容易的 有一些的经验 有一些的食物经验 一周维持一次 甚至 甚至有人说 两周一次的训练 把那些肌肉都动一动 它维持非常非常的久 这是我们说的 进入长期维持状态 其实呢 那个训练频率 是可以降低的 当然了 这里只有指肌肉量 我并没有说 所有的东西都一样 像这里可以附带一提 像那个股密度 它就可能需要 比较高的频率来维持 所以我们过去有个经验 就是有人 他是从一个礼拜 练三次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健碱的股密度呢 发现了 有在稳定提高 这样子 然后后来呢 他比较忙了以后呢 他一个礼拜只练一次 一个礼拜只练一次的时候 他的最大肌力 是有在进步的 然后他的肌肉量 基本上也维持 那那股密度呢 有一些部分 就开始衰退 OK 那其实我们为此 也去查阅了一些资料 那当然呢 这种要找到清清楚楚的答案 都不太容易 但是呢 有看到有一些建议是说 维持股密度 可能需要比较高的频率 OK 而这个 你说高频率是多少 你讲一个数字 一个小时四次 那所以一天要96次 这样子 不是那么高的频率 而研究我发现说呢 一周三次效果比一周一次好 那当然呢 我会说 其实这有点像 我们之前讲过一集 叫做基准值的问题 你说你先找到 你现在基准值 我现在过去三个月 是这样子练 结果它是怎样 那表示 我其实可能不需要提高 反正它是有效的 对我是有效就好 但是呢 假设你没有提高的话 那就来说 那说不定你想再提高的话 你应该提高 那个训练频率才对 那不过我们回答头来 维持肌肉量 和维持最大肌力 这两件事情 其实一旦你已经 爬升到够高以后 要维持其实相对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维持 不是维持在巅峰 我们指的是维持在那个高原 因为巅峰可以是 短期诱发的 那不太容易一直维持 举例来说 假设你的体脂肪 15的最高体重是85公斤 我随便举例 数字我随想的 那你练到这里 你觉得很够了 这样子已经比我原来 重了10公斤了 那接下来 进入一个长期维持 你可以一周练一次 这时候你大概会发现 你的肌肉量 大致是维持的 其实一周练一次 你还特别注意 那我其他六天都睡觉 那也不行 就是动态生活 动态生活 要不然的话 你有别的问题出来 你可能会变成说 我肌肉量是维持的 没错 但是因为我运动量变小 然后我的脂肪度 反而变更高了 这样子 那你还要开启了 另外一个战场 你要去跟体脂肪作战 那不过呢 如果只是最大肌力 和肌肉生长的话 那其实一周一次 或两周一次 一到两周一次的训练 是最低最低限度 事实上我会认为 两周有一点险 我仍然主张一周 是最有把握的 一周一次有压重量 那你大概可以维持这个东西 维持这个状态很久很久 所以你真的要让自己到 掉肌肉 掉最大肌力 其实你可能需要 好几个礼拜都没练 然后或者有人办 那个健身房会员 然后结果一年总共用了六次 然后买了五十堂私教课 就上了两年半 还有二十堂 这样子 那像这种的话 其实就 像这种的话 其实可能就连 这种就变成你每次都从头来过 像这一种就是健身房的衣室父母 对啊 那个有会员制的 对对对 如果是这种课堂制的这种 那我们就疯掉 对 你一直付了 然后你不上 然后就 我们也没办法扣 这样子 但是如果说它是会员制的 我一次买一个十年会员 然后我十年总共去六次 对啊 我如果开始建房 我最喜欢 这根本就斗内的概念 对对对 这基本上就是品牌认同费 好像是赞助 赞助 不过这个不是开玩笑 这是其实 我们一直说 以国外的一些研究调查发现 办健身房会级的人 办自主训练会级的人 其实有什么高达六七成的人 他是不会规律训练的 那其实这个就是 他可能得到一个钥匙圈 或得到一个会员卡 然后放在他皮夹里面 或挂在他的钥匙上面 这时候他就会觉得 自己是一个有健身的人 对 但是他从来不会去 但是卡已经拿到了 或者是像我们之前常提到 就像刚贺博士讲的说 一个礼拜至少要一次 是比较保险 那也有可能是两个礼拜一次 但是这个前提都必须是 你在这训练的过程中 它的强度是够的 对 那有的人办了健身房 会员卡呢 他每天都去洗澡 对 装水 对 跟朋友聊聊天 对对对 可能拿最轻重量的 狐狸搬一下 对 就结束了 或者是坐在 占据一台器械滑手机 对 或者是在跑步机上 边走边看那个电视 至少游走 我看那个Thread里面 有好多人都会骂 那个站着器材滑手机的人 OK 所以我们自己的场馆 我们是没有 我们没有自由进场训练的 所以说我们不会发生这种情形 但是在那种 就是公共 就是那种大型 或是运动中心 或是商业健身房 这些的 自由进场训练 然后里面 大量的器械式训练这种地方 蛮容易发现这种情形的 就是他在那边听音乐 滑手机 他没有真的在做 他又不离开那个器械 那其实真的是蛮容易被 现在这个时代 人家把你背影拍一张照 然后就沿上 没有露你的脸 就没有侵犯你的权利 不要再教了 大家看看就觉得说 这个很容易被认出来 Anyway 对 尤其那个训练 我说像这种维持型的训练 我们稍微来聊一下 他的这个训练方式 维持型的训练 其实它是 你要把握住强度和量 OK 那如果你要维持最大肌力的话 你大概需要够高的强度 所以假设你要一个礼拜 只练一次的话 我记得你直接走到80% 甚至85 90%的这种高强度区 去碰个几下 它大概无助于你继续提升最大肌力 但是它蛮有效可以防止你 大幅度的退化 比如假设你深蹲给它练到个200 举例来说 然后接下来我进入维持型训练 进入维持型训练的时候 你只要规律的有摸到 170 175这种强度 你大概可以维持一个 非常非常久的时间 就可能好几年 你都不想要多花力气去跑课表 把那200维持 一个礼拜来压一次 但是你非常非常规律的 一个礼拜有做一次的话 那其实它大概就会一直在那边 那你状况差顶多掉到170 状况好的话 今天往下190 状况特别好的时候 往下200 用这种跑法 你说我会不会跑到210220 大概不太容易 你大概需要更累一点的课表 或者更大一点的课表 才能够再往前推 但是你要让它不退 其实蛮容易的 而肌肉生长 肌肉生长比较在意的是 你的有没有接近历劫 所以以最大激励的方法来维持 其实也是OK的 也就是说我长了一个肌肉量 接下来我都没有做那种增肌课表了 但是我有做几下重的 那个大概 那个也会蛮有效 甚至有一些人可能就不需要别的了 也就是说他不需要再去做那种 三组10下 三组20下 那种很累会酸的那种 他就来压几下重的就OK了 你会发现他的体重大致维持 可以维持蛮长一段时间 那如果说你不想做那么重 你想做轻一点 那你做轻可以 但是就让它接近力竭 这个时候肌肉生长的讯号 就再次被提醒了一次 那这样的话 他就比较不容易跑掉 那所以呢 我说这个其实是 我会觉得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经历过一次的 有一些人他从来没训练 所以呢 他从来没有第一次 OK 有一些人他有在训练 但是呢 他可能没有让自己明显增肌过一次 我们过去的训练 是以最大吉利为主轴 所以说呢 我们过去也并没有很强调这件事情 我们觉得说 反正我就是尽量突破我的最大吉利 而突破最大吉利的话呢 其实他有用肌肉量增加的方式 以及用神秘系统提高的方式 其实两个都可以 那当然呢 我们在过去的训练经验也发现说 假设这个人在做最大吉利训练的过程当中 他的饮食是 蛋白质是充足的 其实我们本来就会看到一些 增肌的过程 那只说有没有去 刻意去强调它呢 过去我们不会把它单独拉出来说 OK 那你到底有没有增肌这样子 所以近年来 因为我说这个 其实用重量训练来抗老化 大概也就是过去这十几二十年的事情 不是说更早之前完全没有 是说它变成一个很重要 而且很多人在尝试 我们已经可以从这个理论的推论 和实验的数据之外 直接看到很多的成功案例 事实上可以说是成千上万的成功案例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其实到老了才增肌是比较吃力的 到老了才增肌是比较吃力的 那年轻的时候呢 就干脆就一次性的把它增肌先增上来 OK 那当然呢 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就例如说假设增肌的过程当中 如果食物不太会选 结果反而变胖的话 那这当然是不好的 OK 当然我们不鼓励这样 我们鼓励你无上限增肌 不是无上限增肥 OK 不是无上限不问状况的整体重 对 就是说那体重甚至是次要的 对 那肌肉的维度和力量是比较准确的 虽然我们说增肌最后一定增到你的体重上面去 可是因为体重 如果你单看体重数字的话 它肌肉可能脂肪 但是脂肪不容易去堆叠在四肢 所以四肢的维度可以记录一下 当然你肥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的话 除了躯干胖 四肢也会开始胖 那是一定的 不是我没有说你的脚不可能有脂肪 大腿不可能有脂肪 其实很多胖的人到处还是胖到那些地方去 相对于躯干 它是比较慢开始堆积的地方 对大部分的人来说都是这样 那当然有一些人他脂肪容易堆在臀部 那其实没多远就变成连大腿都亮 那其实很好测 为什么呢 很好分别 因为大腿的 你用手掐一下你大腿的皮肤 你很容易知道皮下有没有东西 所以一掐就一块皮很有弹性被拉起来 很Q弹的皮都会拉起来 那就是没什么脂肪了 我才讲到这里应该很多听众开始在捏自己 正在捏腿 但是假设你一抓就一坨东西跟着皮一起上来的话 那其实大概就是脂肪蛮不少的已经跑到腿上去了 那已经跑到腿上去了 很少人跑到腿上去的人 没有一个多余的游泳圈在腹部 或者是多余的坐垫在臀部 所以呢其实通常胖到腿上去 已经是胖得比较资深的 OK 比较有经验的 胖的经验值比较高的人 那所以像这个情况下就比较不好了 Anyway 总而言之 尽可能在早期增肌容易的年纪 让自己大幅度的增一次 我所谓的大幅度不是什么三四十公斤 那个要填分 那个真的要填分 三四十公斤的增重 其实是蛮不容易的 有些人可能做不太到 OK 但是原则上应该也不会是只有 三四公斤 对不对 应该不太可能 那么少 如果说是相对比较年纪的状况 在做增肌的话 当然也看你原先的起点 OK 有所谓的胚型 内胚外胚中胚 当然有人说胚型理论是不准确的 但是胚型大概决定了你增肌的难易度 这样子 那就是这个中胚型的人 肌肉特别发达 那内胚型的人比较容易肥胖 外胚型的人比较容易瘦小 那这样子 那不过呢 我会觉得说 不管那个理论是这样 你都应该不会 尤其是年轻的时期 二三十岁的时候 你不应该会 都没有增肌 就我练重量学院练了三年了 然后呢 我总共增重了0.5公斤 这样子 而我试着再增重这样子 如果这种情形的话呢 就可能要去理解一下 是不是有消化吸收方面的问题 或者是说你的饮食根本不适合你 那我说 不是说我们讲说所有的问题 都一定有一个答案 可以去解决它 我说你至少要朝向 增肌的方向去 试着努力过一次 那因为呢什么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容易 到老的时候 反而会越来越困难 那所以呢 提早开始 替未来做准备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合理的投资 因为像那个 那什么 compound interest 像什么 中文 富力 利息 像滚富力 对 滚富力其实看的就是时间 对不对 所以你越早开始 它滚得越多 那其实肌肉量也是一样 不过当然 我说肌肉量不会永远一直滚上去 只是说年轻的时候 你就开始的时候 你比较容易瞬间就获利比较多 然后这时候你的本钱就比较高 有一个东西跟这个也很像 那个骨质也是一样 骨密度也是 骨密度甚至我看过 有人说最好青少年就开始压重量 OK 青少年 但是很多人听说很恐慌 是会不会长不高 或怎么样这样子 不会的 长不高的几个原因 第一个是受伤 那如果说你有教练指导 然后你的动作没有很差 这个没有做一些会让生长版提早被破坏东西 那就不用担心 长不高 第二个是青少年不要 但我相信这个东西应该在台湾不太普遍 然后在美国很多讨论 青少年就在使用肋骨唇 那个也容易 有可能 可能而已 有可能让生长版提早关闭 遗合 对 提早遗合的话 它就不会再长高了 就这样子 那当然呢 每个人身高 天生代理决定很多事情 所以不要因为说什么 练重量 然后就做长的身高不如意 就比我想象的少两公分 这样子 那我就觉得一定做重量的错 其实重量训练说不定还是对于发展 比较有正面帮助的东西 虽然我们不敢说做重量让你变高 但是呢 我们至少知道做对的重量 不要受伤也不要打药的话 它绝对不会让你变矮 OK 好 所以呢 但是青少年时期开始压重量 对骨骼的好处是什么 就是那个时期啊 也是累积股密度最简单的时候 所以像有一些的也就发现说 那股密度到了某个年纪之后 你要再增真的非常难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越早开始增的话呢 它反而是维持很久 它可以 第一个它可以爬升很多 第二个它维持很久 所以呢 也是那种 就是什么时候种一棵树最好 第一个最好的时机是十年前 因为你现在已经有一棵树了 那第二个时机就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真的不要再等下去了 那时候说增肌的训练呢 其实也是这样 要么你就在二三十岁的时候 大增肌过一次 那你这辈子增肌都会蛮简单的 其实我发现我歪打正早 我刚好是这样 我刚好在 所以说 我在 我高中的时候大概八十几公斤 我高中的时候跑过田径队 那时候是六十几公斤 然后后来呢 不跑田径队了 我开始一直 那时候是乱练 乱练 乱练肌肉 这八十几公斤去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呢 我为了打跆拳道 所以我最低降到七十几公斤 最重打到九十几公斤 这样子 所以呢 其实我一直在体重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上升下降 这样子 那当然了 那时候不见得是用对的方法 那时候增重 那时候增重 五四三二一 那时候增重只知道是大量的吃 然后呢 大量的运动 那时候的运动其实就是 用力踢沙包 踢跆拳道 增加训练时数 那拿重量训练的时候 坦白说 在那个阶段其实都是 相较于我现在来说 我现在回头去看大学时代的话 我会觉得 我那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 我可能有跟一些会的人 东学一招西学一招的 但是呢 其实我都没有学到全面 然后一些动作可能也都是错的 然后到了当兵的时候 当兵的时候呢 因为为了用 那时候是军事的训练嘛 所以练跑步 然后拉单杠 腹地挺身 那跑步的话呢 虽然本来就很不擅长 但是那段时间 大概是我最会跑的时候 然后在引力向上 那时候可以拉了十几下 然后腹地挺身 一次可以做什么 五六十下 七八十下都可以 因为那时候体重是蛮轻的 那时候大概七十几公斤 然后呢 退伍之后呢 就开始念研究所 那是我第一次念体育的研究所 也开始正式地学 虽然说那时候的学 仍然是 学校有政客 然后呢 此外学校也有教练 但是呢 因为 也是一样 我们 虽然有好的资讯渠道 但我们仍然自己在涉猎一大堆 乱七八 就是健美杂志 或者是说 网络资料 这样子 所以说那时候的训练也是 我现在回顾起来 也仍然是蛮混杂的 所以那时候虽然练出了不少效果 但是他仍然是有不少受伤 然后我在 那时候为了比赛 这另外一个故事 我长期有 大概一两年的时间 把自己压在七十公斤附近 然后直到我比完赛那段时间 我每次一刀比赛的降到六十九公斤去比赛 然后呢 没有比赛的时候 可能就是上来 可能是到 少数的时候 可能会超过八十 然后遇到比赛再降到七十以下 这样子 然后这样维持了两年 然后后来呢 决定不再打那个那么轻的量级了 大概也决定不想再打比赛了 虽然说这个决定之后没多久 开始练柔术 然后就又开始 换个转场而已 比别的 但是那时候呢 我就开始正式的用比较好的课表 在练重量 那时候真的是增积了 从七十公斤直接增到了九十几公斤去 然后接着到美国读书 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呢 他一边练 然后一边柔术 那时候到美国打柔术 都打那个一百公斤级的 因为呢 有的时候 他那时候的225磅是一百零几公斤 那我大概也是当时是那个体重 然后从美国回来 到台湾的时候 大概一百一十公斤左右 那所以呢 这一路走来 我从七十几到一百一 我人生从最重最重到一二五 那就是我后来讲说 我从大学辞职以后 然后我开始做一次 最大增肌 然后那次我选择了 dirty bug 我选择了脏增肌 我吃饭就是吃两个便当 然后呢 这个点心零食不断 然后呢 再来那个蛋白质 肉类 我说我那个蛋白质 我选择说呢 我也不是什么 像我现在就会 自己买肉 自己料理 那避开过度调味 和额外的油脂或碳水 然后让那个蛋白质 就是很干净 但我那时候就完全没管它 我会说 那个夜市炸鸡排 可能是我的当天 重要蛋白质选项 然后或者是说呢 那个 就是说 有很多加工 食品 很多加工的 有很多糖的那一些 高蛋白的零食 这样子 这些的都来者不拒 那不过呢 回想起来 如果说从我 正常体重七八十公斤 到我人生中 增重的最高点 一百二十五 那个时候呢 当然你说体脂肪 是不是特别高呢 我说我大概 我觉得最高 应该有到二十五 体脂肪大概 25% 那不过 就即便是如此 我仍然增积了数十公斤 我仍然增积了数十公斤 因为假设我说 我这个 我纯粹增了 二十公斤的肥脂肪的话 我也顶多从七十增到九十而已 我就是一个瘦瘦的胖子而已 但是呢 我增到了一百二十五公斤 我其实在 我一度因为这个经验呢 我在教学的时候呢 很多人问我说 那你增积 我都增上去怎么办 我曾一度到了一种 我现在回想起来 有一点 缺乏同情心的感觉 我会认为说 你一定不是吃不够就是练不够 就这么简单 坏透了 你不是吃不够就是练不够这样子 那不过呢 我后来想一想说 其实的确 并不是每一个人 先天都有这么大幅度的体重变化的潜力 那这样子 那不过呢 我说即便如此 就算你只有十公斤的潜力 我仍然建议你去开发它 你要去掌握 因为呢 你将来到老的时候 那十公斤是很可贵的 OK 它可能是你介于 还能不能够行动自如 还能不能够代谢健康 还能不能够是一个不需要依赖的自由老人 我又创造一个新名词了 一个优雅的独立自主的长辈 可能就差那十公斤的肌肉 OK 所以说而在那个时候才想要增 绝对比你现在 我假定你现在是四十岁以下 各位小朋友 对我们来说 你现在如果是四十岁以下的话 你现在增 绝对比你七十岁的时候 再开始增容易的多 所以我们才会说呢 增绩啊 第一 我们来总结一下 不用怕变成80年代电影里面那些 又壮又笨的 增绩不会降低智商 OK 我直接这样说了 第二个呢是呢 增绩也不容易过头 OK 那除非你有专项运动的需求 例如说你的项目有量级 或你的项目呢 需要非常非常轻盈 那你可能 需要长期维持比较低的体重 这一种情况 我仍然建议你趁早增一次 然后你可以把它控制下来 虽然我觉得这样蛮奇怪的 OK 但是你可以先 趁好增的时候 先增一次 然后把它控制下来 然后呢 再维持到 在保持健康到老 然后你需要增绩的时候 它会变容易 当然我知道对于某一些 假设你是 尤其是年轻运动员 这可能不切实际 例如说 假设你是跆拳道 你一定要定在 60公斤以下 所以你稍微增绩就会超过 那你的教练就这样减重 稍微增绩就超过 你就这样 我看你大概等选手退役再来增吧 那个谁就是这样 那个 美国的那个马拉松冠军 叫做Ryan Hall 他在跑奥运的时候 他就维持59公斤 对 一直就是那个 很精瘦的样子 对 然后他当时是美国跑的 最快最快的马拉松选手 他一退役的时候 马上干嘛呢 马上增重 启动他的成长计划 他马上压重量 马上吃高蛋白 马上练 大量的增绩课表 他增到85公斤 然后大家看到那个照片 看到吓到了 简直判若两人 很多人喜欢把他的增重钱 选手期和他退休期的照片 给他对照 给大家看 这个人可以增成这样子 那他也说了 增成这么重 你叫他再跑 当年那么快 他跑不了了 但是他现在的比赛 已经不是马拉松了 他现在的比赛是抗老花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 大家借近的一件事情 讲完了 不过我觉得要说的是 他也算是运气 相对来说 他应该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运动员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累积了很棒的一个体质跟底质 在身体去面临对抗的 不管是重量 或者一些能量系统状况之下 能够有一个好的状况 继续恢复 所以他后期在做这一些 增绩的训练的时候 应该有一部分的甜分 是让帮助他 再加上之前一些训练的经验 帮助他可以这样子快速地去成长 事实上长距离耐力运动 他本身对肌肉还是有很好的刺激的 只是说以整体的移动效率来看 这个比赛不太favor那些体重重的人 对 也没错 所以如果说你 这就是这样 比赛就跟考试一样 比赛是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在 至少在这个竞赛规则里面 他强调了某种单一价值观 但是我们要知道 所以说比赛它才只能是一个比赛 它不能是一个 不能是你全部的人生 考试的时候 我管你会多少 我管你 我讲讲考英文的时候 我记得以前我们同学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不要讲名字 我们国中的时候有同学 他小时候是住国外的 但是他回来的时候 他的英文并没有考得特别好 为什么呢 他英文是会讲的 他英文程度是非常好的 但是要考试的时候 就考你有没有念书而已 所以是这样 我说其实所有的专项运动都一样 不是只有什么长距能力 所有项目其实都一样 建立选手 美式足球员 美式足球员的前锋 offensive lineman 很多体重都是300磅以上 350磅以上的 但是他们的 他们一退休 第一件事情赶快减重 赶快减重 为什么 因为他们维持那个大体重的时候 他的肌肉量 光靠肌肉已经没有那么重了 他还是持很多的脂肪 反正他的功能 就在场上被人家撞 不要倒就对了 所以说他们维持了一个 不是很健康的代谢状况 和身体组成 所以他们一退休 赶快减重 那像Ryan Hall一样 他跑马拉松的时候 他知道 以他的实力 如果说他的体重重的话 他是跑不了那么快的 所以他每次比赛前 就大减重 让自己变轻 而他减重的过程 又想进了各种办法 维持体能 维持他的跑步所需的激励 就这一些种种办法 把他撑出一个最快的 最佳状态 可以让他跑最快 但是他退休的时候 第一件事情赶快增重回来 对 所以说抗老化 其实是一个全面的比赛 就是说你不能再在意 任何一个运动项目的需求了 你现在真的要在意的是 老化这张考卷在考什么 考谁比较慢流失 考谁比较不怕 考谁比较不会流失 那一个好的策略就是 你提早先把基础先打好 对 所以我刚刚提到 然后这个概念 是要讲另一件事情 是说 人家是很厉害的选手 可以这样子去做出 这样子的一个增肌的行为 在他退役之后 如果你各位 现在的竞赛场 是在办公室里面 做整天的话 可能不一定有 他这样子的际遇 能够有这样子的增肌 他毕竟还是 大量运动的人 就是完全做事生活 静态生活的人 赶快挪动你的 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建议大家 赶快要 赶快动起来了 真的 不过我觉得 我要这边 快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 也是针对年轻朋友 这边来讲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样 今天还是我太老了 所以那个概念 已经改掉了 我记得我 比较年轻的时候 差不多在二十 二十年前 二十几年前吧 对 我还在大学时代那时候 那时候的概念是什么吗 一个基本的标准 这个可能有点刻板 可是我稍微讲一下 不代表当时所有人概念 但我至少 我在那时候 以及身边听到说的状况 就是以男生为例好了 如果身高在一百七十几 或者到一百八十出头 这属于我们比较常见 但是身材还算不错 这个身高的状况 体重 男性体重 落在六七十公斤 就很合理 八十公斤偏重 听到九十都觉得 这个是个胖子 一百公斤怎么可能呢 然后女生的话 可能相对又更轻 那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 因为影星 歌手那样的影响 感觉好像一个 一百六十出头的女性 体重在四十几公斤 四字头 才叫做合理 五字头 你要小心的 六字头 你这个可能很难 有人家会觉得 你的身材是 各种的身材羞辱 就从这里开始 但是我觉得 另一件事情 来了很好笑 就是说 在我进入这四几岁 进入到这个产业之后 我发现说 只要你经过训练的人 你随随便便八十几公斤 好像男性 我刚刚讲 刚标准来讲 男性来讲 随随便便八十几公斤 是很常见的事情 而且这些人 绝对不会像是 你想象中的说 八十几公斤 是一个身材 不怎么样子的状况 或者很糟糕的状况 你会发现说 其实你有运动 有训练 同样的一个重量 呈现出来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一个感觉 这是肌肉跟脂肪的 那个视觉效果的差异 就是说 假设你是一百七十公斤的男生 对 一百七十公斤 一百七十公分的男生 然后你体重的是八十五公斤 但是你是体脂肪在 例如说十出头 十五以下好了 其实你看起来 并不会非常的 不是非常的 你看起来完全不会臃肿 你看起来就是 那种穿衣显瘦 脱衣有肉的那种状态 但是假设你如果说你是 一样一百七十公分 但是你是八十五公斤 然后体脂肪是二十五的话 那其实你看起来 就已经有点松了 假设你体脂肪是三十五的话 那其实它绝对会胖到 你手指也胖 手背也胖 脸颊也胖 脖子也胖 OK 所以其实体重是完全一样的 那其实差别就在于 你的体脂肪 那你说有人说什么 这个一公斤肌肉跟一公斤脂肪 体积其实没有差太多 我就对 体积是有差 但是差没有我们想象那么多 问题是它塞在这个骨架 这个身体外面的时候 它那个蓬松感跟那个 这种精实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意象 所以呢 虽然我们说 探讨这个议题要非常小心 我们不想制造社会体型交流 但是呢 我们仍然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事实上我们就是在强调这件事情 就是说 不要在乎那个体重本身 我们要在乎组成 是比较重要的 那我们也不希望说呢 我们强调精实感 所以呢 大家就要就着这个观点 回头去取笑那些 这个比较胖 体脂肪比较高 比较胖 我说完全不能因为身体 进行任何评价 就像我们不会去 说你许要多少 你许要 你140 我才120 我会笑你这样子 这是很无聊的事情 对 那比如说你写长线多少 我常常写说 5.9 5.7 我赢你 这样子 没有太大的意义 OK 没有太大的意义 每一个人都应该要 为自己健康而努力 但是每一个人都不需要 去评价别人的健康状态 我觉得这才是 一个健身产业该有的态度 我说健身产业有太多的人 靠着挑剔 评价 甚至某种程度上 羞辱人的身材来获利 那这是我们一直都不鼓励 甚至是希望大家能够识别 这种现象正在发生 然后呢 你要趋吉避凶 不要被他变成 这种心态的受害者 你马上就是把我第二段 要讲东西给讲 讲 你觉得没错 我要讲的事情就是说 就算是我们不宽 那个体重跟体型的比例来看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说 有运动人他在精气神上面 比那种 就是说长时间可能是 待在网卡里面打电动 还是待在办公室里面 只盯着电脑看来讲话 他看起来是健康比较多的 你是骑士网卡还是骑士办公 我骑士 没有啦 我故意挖坑你跳 你继续 你继续 对 我只是要讲说 那个精气神看起来比较好 他其实相对比较健康的一个状况 那这也才是我们想要标榜 就是说 运动训练带给你一个最终的效果 而且其实我说实在反过头来讲 我知道一定有一些 听众或相对年轻初军 他希望说 没错你讲运动 可是我就想要练成像是那种 非常壮 superhero那一种 刚刚我们讲的 那种 我这边其实有一个建议是这样 如果说你今天有大幅度增肌之后 再来去做健美训练的课表的话 其实他效益也会相对比较高一点 对 不要没有肌肉量 就在那边修线条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修 要先把肌肉量先涨上来 然后再做一些 而且我告诉各位 我告诉各位一个 这不算是什么秘密 但是其实 很多在做一些 就很健美的动作 他可能在展现他的肌肉的时候 他可能拉一根弹力绳 或是举一个小狐狸 或是做一个什么动作去 很多人会不知道说 其实他之所以做这个动作 是因为这个动作最适合 在动态摄影的过程当中 展现他的肌肉线条 但不表示那个动作 就是他练出这些线条 这些肌肉量的方法 所以在多媒体时代 很多人容易产生这个误区 看这个人他正在做这个动作 你看那肌肉线条多漂亮 他一定就做这个 所以他就得到这样的肌肉量 事实上大部分的肌肉量 来自于 我直接先讲答案了 大肌群多关节 完整动作幅度的大重量训练 这给你最多最多的功效 剩余的 才是你这个主菜下去之后 还怎样可以让他 更加增添效益 再来做很多很多的补强 而很多时候一些奇特的动作 或者是一些小补强动作 看起来像假设有一个人 拿一个小小的哑铃 在那边做二头肌弯曲 然后他的手臂有20寸那么粗 其实他的手臂 很可能从臥腿练出来的 或从他的负重移体向上练出来的 但是他拿那个小哑铃 在镜头前面弯曲 其实是他展现肌肉线条 那个重量只是他 藉由那个来用力 展现更好的线条 给人家看的一个凭借 而不是他真的用那个方法 来训练出来 而这部分呢 当然有机会再跟大家提 怎么样把它练大直一点 OK 好 那希望大家赶快掌握现在 赶快训练 对 没错 让自己有一次增结的机会 对 好 今天关注训练台 就到这边 结束 拜拜 被你讲完了 拜拜 我一直在忍住不要跟你抢话 因为我看你好像没有接下去 因为我讲 我现在想到今天就到这边 谢谢大家拜拜 然后就你一直在讲 然后我就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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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